看懂K线图是买币的必备技能 虚拟货币的世界里面 除了听消息面看技术面之外呢 很重要的就是focus在它的价格 人家说 为什么十年 因为虚拟货币呢 价格起伏超大的 所以说当然要把一切可以学的技能 全部都学好 才有底气去操作虚拟货币嘛 那K线要看懂呢 这是必须的 哈喽我是Bonnie 我们先排除什么技术图形啊 指标多空地道这些东西 先来单纯的讨论K线 基本上看到K线 你就会知道 那K线到底是什么呢 K线它的英文叫做 用来记录市场某一段时间的价格 据说呢 它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 因为K线它长得很像蜡烛 所以它又被叫做 日本蜡烛线 那这条蜡烛线我们看什么呢 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蜡烛本身 第二个是蜡烛两端的竹心 一看到K线 我们就会知道 价格在某一个时段里面的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跟收盘价 分别又叫做 刚刚说了 它是某一个时间里面的表现 那这个时间是多久的时间呢 平常在交易所里面最常见的 像是5分K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5分钟的价格变化所形成的K线 或者是60分K就是每60分钟的价格变化形成的K线 那么日K线呢 它就是每一天也就是每一日价格变化形成的K线 那蜡烛它的长度就表示价格涨跌的程度 很长的话就表示 哦 这段时间的涨跌幅度很大 很短就是幅度很小嘛 那最高价呢 永远都是在蜡烛的最上面 最低价永远都在蜡烛的最下面 台北股市呢 它跟很多其他的股市颜色不太一样 我们是红涨绿跌对不对 收盘大于开盘 也就是涨的时候 K线就会是红色的 跌的话就是绿色的对不对 但像是很多其他地方的股市 或者是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是相反的哦 绿色代表涨 红色代表跌哦 因为美金以前是绿色的嘛 现在是蓝色 所以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就代表是 钱的意思 钱的颜色 开心的 所以如果你用国外的虚拟货币网站 或者是虚拟货币软体 看到红绿可能会不太一样 可能是华人社会觉得红色比较习气吧 好今天呢 我们会用台北股市的颜色来举例啦 大家可能会看习惯一点 当然啦 有很多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APP里面 预设的都是欧美的方式 也就是绿涨红叠 我们也可以手动自己把它设定成 我们自己习惯的红涨绿叠 当收盘价格高于开盘价格 就表示价格上涨 台北股市呢 就会用红色来表示 假设说开盘是10块钱 最后涨到15块钱 那就等于这一根红K涨了5块钱 如果收盘价低于开盘的价格 就表示价格是下跌的 台北股市呢 就会用绿色来表示 叫做黑K线 假设呢 开盘是15块钱 最后收盘10块钱 就等于这一根黑K啊 跌了5块钱 当收盘价格跟开盘价格是一样 赶快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十字线 意思就是多空交战 两边的力道差不多 拔河嘛 这个绳子如果一直不动的话 就表示两边的力气 啊差不多 细细的那一条直的 就叫做上引线跟下引线 上引线的最高顶点 就是这一段时间 卖出的最高价 那下引线最低的地方 就是最低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中间的这个落差 看到底是上引线 还是下引线比较长 就可以看出 哦这段时间里面 到底是买方的力道比较强一点 还是卖方的力道比较强 K线它的理论呢 往往都是非常的主观 每一个人判断同一张K线图 它的看法跟角度都不一样嘛 这时候我们的心态 就会很容易 应用自己很主观的方式去判断 或者是你调整的时间段不一样 影响也很大哦 比如说 虚拟货币它从去年底到现在 是跌惨跌爆 但是假设 哎过去这三个小时 它涨了1% 那你说这个虚拟货币 到底是涨还是跌呢 就要看你判断的时间长短咯 K线它是过去的历史资料分析 全部都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这个技术分析的前提就是 我们是用过去价格的变动 来预测未来价格的变动哦 大家就会从这个历史的成交量啊 供给关系 还有这个投资经验的累积 很主观就去预测 哦我觉得未来价格应该怎么走 所以说看懂K线代表的是 你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不代表你可以很精准的就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 好我们看K线的长相就可以初步有一些资讯来判断当天的价格跟买卖双方的力道 如果说K线的实体也就是主体比较扎实的这一段啊 它的长度越长就代表当天的力道是越强的 也就是开始的价格跟结束的价格是差很多 开盘价跟收盘价的差距越大 K线的这个实体长度就会越长嘛 如果这两个价格之间相差了5%或者是以上的话 大家就会把它叫做 长红K或者是长黑K 黑K就是绿K嘛就是叠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K线的基本图形 长红K最基本的 红色表示上涨嘛 开盘价就是最低价收盘价就是最高价 你看它没有上下影线哦 就表示多方也就是买方的力道超强 大家强烈看它涨 红K上影线 红色表示上涨嘛 收盘价比开盘价还要高 这里的开盘价呢等于是最低价 因为没有下影线了嘛 所以呢开盘已经是最低了 上面有一根细的这个上影线 表示价格上涨到最高点的这个时候呢 涨不上去了 大家开始卖 卖方的压力又把价格拉回来了一点 所以上影线越长就表示卖压是越大的 红K下影线 红色表示什么呢 嘿没错 上涨 收盘价比开盘价还要高 那收盘价就已经是最高价 没有更高了 留了一个下影线 这代表开盘之后呢又小跌一下 但是买方的力道加大 嘟嘟嘟嘟嘟又涨上去了 红K上下影线 K线是红色的就表示收盘价比开盘价高 但是呢中间出现了这个价格下跌 跌到一个价格大家觉得可以买咯 所以就开始出现买盘嘛 上涨上涨上涨之后大家觉得 够高可以卖咯 所以又出现卖压这种来回的多空交战 最后收了一根红K 表示呢买方的力量还是比较强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黑K 也就是总体来说它是下跌的 长黑K因为它是绿色的 绿色就当做黑色来看啦 代表收盘比开盘价还要低下跌 再来开盘价它就已经是最高价了 一路跌到收盘也就是最低价 卖方的力道太强了 大家都看它跌 这时候呢就要警觉了 黑K代表下跌嘛 收盘价就是最低价了 但是留了一个上涨线 意思就是说中间有上涨 但是买方的力量还是不够 撑不住啦 卖压的力道还是比较强 这种时候呢就是买方不够强势 就会出现这种K线 黑K下影线 黑色或者绿色就代表是下跌嘛 这里的开盘价等于就是最高价了 但是留了一个下影线 表示呢跌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诶 买方开始出现了 所以卖方的力道稍微减少了一点 这就表示 哦 可能还有一点就哦 黑K上下影线 绿色蜡烛表示就是总体来说是跌嘛 那这故事是怎么走呢 价格上涨之后上不去了 大家开始卖 但是下跌之后呢又出现了买家 多空交战在拔河拔一拔呀 卖方的力气还是大了一点 再来看一看没有蜡烛中间主干的这种图形 十字线 这个十字呢就是开盘价跟收盘价 赶快 一样 留了一个上下影线 意思就是说呢 价格上涨的时候遇到卖压 下跌的时候出现买盘 拔河的力气大家都差不多 都赶快 势均力敌 这种情况呢常常会出现在 行情转折的位置 也就是说连续跌了好几天之后 诶 出现了一个十字 可能要上涨咯 或者是连续涨了好几天之后 出现了一个十字 诶 可能要下跌了 可能有转折了 所以说出现十字就可能是趋势的一个转折点 一字线 这就等于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这都一样 价格只有一种 龙岗宽 如果呢是跳空上涨出现一字线啦 就表示这一开盘就涨停板 如果是跳空下跌的一字线 就表示一开盘就跌停板 很干脆 T字线 这代表呢 开盘价等于收盘价 又等于是最高价 留了一个下影线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开盘之后出现了卖压 价格下跌了一段之后呢 又出现买盘的力道 所以价格开始反弹 一路拉回到了开盘的位置 这时候表示呢 买方可能是要 倒梯字线 刚刚看了T字线 现在看个倒梯 这里的开盘价 收盘价跟最低价都是一样的 留了一个上影线 故事是这样子的 开盘之后呢 开始出现买盘 价格上涨了一段之后呢 卖压开始出现了 大家卖卖卖卖卖卖 诶 价格又跌回开盘的位置 这就表示这个 卖方的力道是非常凶猛 在市场里面啊 所有的好消息啦 坏消息啦 都应该会呈现在K线图上面 虽然我们这个频道讲的是加密货币 但是也可以稍微讲一下股市啦 假设这个周末出现了一个好消息 那照您来说礼拜一价格应该要上涨 对吧 假设礼拜一到了 价格却是下跌了 那就表示这个好消息可能早就已经反应完了 这价格已经涨过了 相反来说 假设周末出现了一个坏消息 那就表示周一的价格应该要跌吧 但是如果它涨了 why 表示这个坏消息的价格可能也是反应完了 跌完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好啦 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 虚拟货币的交易勒 风险非常高 今天的内容纯属分享 大家学一学K线 OK 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次见 掰